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1月21日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社交平台发表贴文 曾俊华指出 香港现时处于经济转折关口 并非最适当的时候加税 反而要在支出方面放血 曾俊华更加宣称 如果是做正确的事 就应该要给些勇气去坚持 第二单消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上 回顾了上个礼拜到访瑞士达玉斯 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得奖 陈茂波提到 在行程期间出席了一系列的会议 和不同国家的政府首长 财金官员 国际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以及是工商专业界别代表会面 达成了三大目标 包括说好香港故事 和说好中国故事 扩大香港的朋友圈 和为招商引资 开拓新市场的工作铺路 在讲到之前 首先请呼吁各位计划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曾俊华怎样不点名 劝勉陈茂波不要加税 还有要减低开支 他那篇文章 简直我认为是拍案叫绝 说得很好 曾俊华就提到 最近看到新闻 说在沙田新城市广场的一田百货 会缩减规模 不少的朋友都很感慨 觉得又有一些很熟悉 经常去的商店 逐渐消失 变样 走样变形了 我本身都不是一个 喜欢逛街买东西的人 以前在美国住的时候 太太说周末去shopping 我都会嫌悶的 情愿留在家做其他的家务 吸尘 洗厕所 剪草 洗车 不过我就记得 在八十年代初 回流回香港以后 我在政府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就是做沙田的助理政务专员 撞正日资百货公司八百半 在新城市广场开店 当年这件真的是沙田区的城市 为了庆祝他们开幕 我们和沙田区议会 还合力完成在城门河放烟花的创举 我认为这件事 不少的沙田人仍然遵遵落 他将九七之前的光辉 往职来回顾一下 也引证着香港的黄金年代 和当时的区议会很有作用 现在是怎样 大家自己肯定评价 曾俊华还提到 我不是购物狂 但是以前子女小时候 我和太太都喜欢带他们去行商场 好像是大院、重板屋和三月 一来可以让小孩放电 二来可以让他们去探索不同的东西 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行百货公司最喜欢的 不是什么男女装或家居用品部 令我流年忘返的 反而是他们的food court 因为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 我最怀念的百货公司food court 就是伦敦Hairos的一个 每次去到都发现有不同的食物 不论是烤肉、芝士、朱古力和其他食品 在那里一边走一边就可以满足 看、闻和吃的几种观感 走完一转 连晚饭都省了 真是没得撑 哈哈哈哈 他兜了一个大圈 原来称赞伦敦的百货公司 的food court 是好 当然是好 Hairos就是整个英国最高党次的百货公司 里面卖的都是冷的名牌 那些价钱都很不平民化 里面卖的东西 多数奢侈品 food court court 便宜些 便宜些 你去就对了 很匹配 那就没得给了 香港甚至乎深圳那些难鬼商场 好了 曾俊华还说到 现在走上街 你都会感受到 香港的零售业很大严 前景相当困难 但是我们要接受 港人不想消费 去物价低的地方购物 是自然不过的事 正如水 就总是向低流 所以好像上个星期所说 香港一定 就不可以再和人斗平 斗齐 斗多 一定要做一些有质素的东西 突出到香港的品味 香港独特lifestyle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稍后才来反驳 我不是很同意的 好了 我同意他说香港零售业很麻烦 但是他提出来的建议没什么用 好了 我们再看完再评论 环顾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好像东京 伦敦 纽约 巴黎 米兰 甚至乎是摩洛哥 其实 那么多年来 他们本身的文化 氛围 就没什么改变过 好像大受欢迎的剧集 Crown 我相信 就是里面提及的帝王主演内容 吸引大家 在东京 天王的神秘感 也是很特别的元素 好 米兰独特的艺术 时尚 这些通通都是他们自身的独特之柱 香港 为什么反而会忘记自己本来最美的一面呢 香港零售业面对的危机 正好是一个给大家转身的契机 我仍然相信香港人的智慧 只不过 在现在这个经济转折关口 我想都不是最适当的时候去加税了 反而要在支出方面放血 做这件事 短期来说是会伤身的 但是如果是正确的事 就要给一些勇气去坚持 以上就是曾俊华前司长 所发表的贴文 我认为是对于陈茂波的一个 当头棒渴 尤其是最后一段说得很好的 他不点名劝贱你陈茂波 现在不是加税的适当时机来的 根本上现在是属于白费代卿 自从疫情过后 你又立这个法 现在又说要整个二十三条 你应该是要与民休息 休养生息 而不是去整些苛捐集税 一会又交袋垃圾经费 我都劝你其实可以暂缓 8月1日不是死线 我们可以再呼吁一次 千万不要用这种思维去思考 8月1日的时候 如果市民还是蒙茶茶的 尤其是长者、外容都不理解 那你就再压喉 或者我都不反对你试行 现在就说在政府部门试行 你可以在民间试行也可以 不过那些交袋 麻烦你不要收钱 派了去 没所谓的 你总之不要在市民身上脫毛 抽血 我想没有人会出声 你喜欢试的时候 你可以试饱 半年不得一年 一年不得两年 你试到那些市民 他们开始熟杂了 老实说 你试试一下 那些人都会慢慢减低浪费 那些垃圾 他就不再製造 那些垃圾 因为始终有一天 你是要收费的 我不反对你收费 但你要试久一点 试真一点 试到那些人熟杂了 懂得了 那你才慢慢去实施 因为反对他没有用 你反对他一定不听你说的 那你试两三年三五年 没所谓的 因为这件事又不是急的 你特区政府不要告诉别人 你这个库房空虚要靠 垃圾经费来补贴 是不是 我想没有官员会这样出来说话 是不是 那你见人家的目标是为了 减低垃圾的制造 减低浪费 慢慢试吧 是不是 没问题的 试真一点 试好一点 定时定后来去检视一下 对不对 现在赞你啊 说你押后垃圾经费 至于陈茂波之前出了来说 说这个 资本增值税 和离境税不精 资本增值税不精 就对了 不然就死快点 因为最近这几年去买房子的小业主 其实他卖出去的时候 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惩罚 他层楼是要亏的 那还交什么资本增值税 到头来 如果你真的开征资本增值税的时候 哪些小业主是要交增值税 就是那些买下了层楼二三十年 他想移民的 或者是想 趁着百年龟老以前 搞定了一层楼 他分了钱 那一班的业主就惨了 毛利头就被你抽血了 白狗得食 黑狗当灾 所以不要搞这些东西 第二 就是离境税 你说不征 其实是愚蠢的 你应该征 而且不是由你特区政府征 你打电话上去叫深圳市政府帮你征 在海关那里 对不对 每一个大陆的旅客到香港 征他五十元人民币 五条东西就够了 那你就完全可以阻挡那些低端旅客 凌园游 窮游 深度游 那些全部不来 那你就不用这么眼冤 市民也不需要这么多矛盾 这么多中突 你弄五十元的离境税 他就完全不会下来 没有了动机和医抑 这就不是由你去征 而是由深圳那边去征 那他何乐而不为 有所谓 征了他自己代 人家一定是肯答应 那这个理由 你又不会潜越大陆的权力 又给他足够面 是不是 如果我是财政师 我就会这样推动 就是给你了 真是 给你一些可行的建设性的建议 对香港也是好事 少些人走来困鸡 市民也开心点 舒畅点 和谐点 好了 那么 至于 曾俊华提到 就说在支出方面要减低 那当然是要 比如说你政府内部那些无谓的开支 不要在部门那里 每年减百分之一这么少 减百分之三到五都可以 没有那么多业务 现在是 没有那么多事情搞 是不是 可以减紧些 国家现在是安全了 是不是 你搞这么久都怕安全 搞了三几年都还不安全 那你那个国安的开支 还需要那么多 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另外还有很多那些 没有开支 一会又说 什么鬼 发债 你还要发这么多 要付利息的 对不对 那你那些什么明日大雨 北部都汇区 现在又说供应过剩 那些房子 还要这么急来推动呢 我就反对你 你摊长它去做嘛 半个世纪 慢慢搞就可以了 不急的 不是说急于你这两三年 一定要做的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事情 这些事情 这么急的吗 摊长它 不需要说你这一届 就立即要做的 所以 曾俊华是说得对的 至于我提到 曾俊华说的那段 我有保留 是不同意的 是哪一段 就是他说 香港 一定不可以再和别人 斗平斗多 斗齐 要做些东西 要突出香港品味 要有香港独特的生活方式 这些事情 我就告诉他 是一定不行的 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现在也说红线 又创作自由 又受到束缚 他最忧忌的 你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太独特 就不行了 一个独字 就已经触碰到大陆的神经了 你还说 要搞些香港独特的东西 特色的东西 他就不允许你搞 他最好 就移得你 马上 融入大湾區 跟上边是同化 最好 所有东西 就是跟上边 大融合的 什么东西 跟深圳一样 那就最对了 一会又说 高举这个去籍的旗次 那 致敗就是 你香港最独特的一个特色 是什么呢 就是 你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有一个半世纪那么久 那些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 你可以拿出去国际市 市场上 作为一个卖点 推销 这个旅游 不然 你有什么好推销 你一个普通的 中国南方城市 不如去广州 更多文物体 要不要去香港 你香港最特别 就是 曾经做过英国的殖民地 这件事 真是收拾了 那 好了 你又不拿出来 推销 你还说要去籍 你怎么搞得到 你还叫他搞得特出香港品味的东西 会不会被人拘捕呢 他就说 为什么呢 香港会忘记了自己本来最美的一面 最美的一面 现在不是香港人自愿要忘记的 而是 喂 一个这样的大法押下来的时候 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可以怎么坚持呢 你零售业就唯有就是这样 你可以放金银衣纸出来买 要是 你有什么叫做 突出得到香港的品味 怎样搞 啊 卖个亚裙带路徒 那行不行 一会被人拘捕 你宣传这些殖民色彩的东西 会不会 啊 没得搞的 哎 浪费了 还有 根本上 如果他有多少经济条件 他就已经去了外国消费了 那些没有经济条件 老实说 你不要告诉我 那些中产市民 是会每个星期五六日 都会去深圳消费 很多是什么人呢 住在什么 王后山 粉岭 上水 那班 坐两鸡巴士走上去 我不是说那些人低端 不要误会 不过你说 如果一般高端 中产市民的 我怕他不会去 有没有这么费 就是去日本 去消费 所以李兆波说的那样 我就是很同意的 那一田 沙田旗艦店和大埔分店 农历年过后 就缩减规模了 曾俊华也有说了 那 李兆波的见解是怎样呢 他就说 一田的前景是悲观的 港人北上消费 不是一田主要的死因 反而恢复通关以后 香港人去日本旅游 日元汇率 旅创新低 现在又创新了 又回了多少 日元很对定 趁现在底 他差不多时候 如果摆脱负利率 那他就会弹 现在又回了一点 自己看 大家有需要 就充裕 或者有充裕的条件 就换一下他 不是一次过使用的 日元 网购和代购盛行 加上759 亚迅屋 和优品360 等同类竞争 对手夹击 才导致一田百货 要出此下策 他还说 疫情期间 公港的 业务超市 和不断在香港 扩展业务的DONKI 在通关以后 人流都明显下降 这个是的 DONKI少了很多人 老实说 你要不要在香港买 DONKI那些产品 就算是日本製造的 你一来去日本消费 免征消费税 就10%了 另外 DONKI 如果在日本 我不是帮他买广告 我没有收钱 我知道有这样的 那些优惠券 是免费的 在网上找到的 再减多5% 就是10,000日元 实际上是8,500日元 等于8,500日元 那怎么会去香港 如果他要有这样的条件 去日本 他去日本 那里送货 整件帮回来 对不对 那些我都欣赏的 好过去山姆 Costco 深圳分店 那里买 不要走出来 说自己愚蠢 那些又说中伏 又说苦主 值得你的 好去不去 是不是先 有什么好去呢 我都不明白 但是很多人 就乐此不疲 每周都去的 好像很过瘾 老实说 你如期 在大陆浪费 钱买垃圾 你不如一炮 我常说 有些人每周回大陆 一个月 最少四周六 周末 你把那四周六 所使用的钱 消费 饮食 存在 买一张机票 廉航的票 去东京 或者大阪 关西 哪里 福岗 都好 就没理由 整天去深圳 那些店铺 贴钱 买烂 当然那些人 可能觉得很享受 我一点都不觉得 因为 网上 又说 上山姆那里 大中伏 那些人买什么中伏 就是卫生巾 我们说了 卫生巾 那些东西 都是左傾的 哈哈哈 除此之外 原来 买那些火鍋的牛肉 打火鍋 那些 原来 全部都是肥膏 没有肉 卖美食烤鸡 那些人说 骑濕濕 怪味鸡 落足化学料 肉又柴又梅 是人生吃过最难吃的鸡 泰式的冷炮海鲜 有虾 又成 那些人就形容 是超级的香味 又不辣 又不酸 又不甜的香味 那就是这样的 那些海鲜 就像酱皮 你想他推出什么质素的食物 所以这些就是犯贱 这些就是人性本贱的贱 周身贱格的贱 就是这些 我看到这些东西 当然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我回想 这些人是贱格 怎会走上去 这个世界梁琴杂木而妻 对不对 你有钱用的 为什么要去深圳买这些东西呢 好了 另外 衣式经典 番茄肉酱面 肉酱就少了 酱汁又酸的 极难吃 豆乳花膠羹 那些腥味很难接受 Tiramisu 虎道好像浸过中药 红丝涌蛋糕 哇 吃下去 一粒粒 就在口里面 好像有些火粒 那样 抹茶玫瑰卷 那些人就说 哇 有很假的香精味 差不多了 不再说了 总之 那些人就说 一味慎重伏 慎盛 这些人很浪贵 你要去日本买东西 饮食 就算我还没听过 有些人说 去日本的餐厅 是会难吃的 最多没有说很好吃的 你有没有见过 那些人去日本旅游 他分享 日本的餐厅难吃 我都没见过 真是 这么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残茂波 发表的网志 有什么说 他就说 达旭斯的行程 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第一 说好香港故事 说好中国故事 他就说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总体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 坚定不移的 并且将它继续 为世界经济发展 提供强大的动力 喂 你当时做了外交部的角色 说好香港故事就算了 还帮大陆唱好 这些事情 用不需要你去做呢 这些事情 好了 另外 第二 就是扩大了香港的朋友圈 建立更多的联系 大家听听香港现在有什么朋友 今次的行程 他就会见了政商界的代表 来自多个国家 包括中东地区的沙特 巴林 卡塔尔等 一带一路地区的哈萨克 蒙古等 以及意大利和秘鲁等 他就说 以及欧洲 美洲地区 例如 意大利和秘鲁 即是欧洲那边 只有意大利 给面子 见一下你 美洲 不是美国见你 不是加拿大见你 而秘鲁 其实 你数来数去 唯一一个 叫做西方民主国家阵营 就是意大利 其他全部 都不是 这些就是香港的新的朋友圈 大家看看 智弊的就是 你说现在扩大了所谓的 香港的朋友圈以后 那对于香港的经济 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 沙特亚美什么时候来香港上市呢 或者其他国家 是不是真的 放钱来香港投资呢 和你见面有鬼所为 朋友圈 那又怎样 这些是不是属于假大空的东西呢 好了 第三 就是为香港未来招商引资 开拓新市场的工作铺路 这次他见了商界领袖 有大型的跨国企业 有创科界的独角兽公司 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 投资基金 空运物流企业 保险集团 专业服务机构 和金融科技企业等的代表 那我不会质疑你见过那些人 你见过那些人 你见过他怎么那么大不了 你见过那些多不多 大陆的北京官员见过那些 盖茨也有去 有份进见 Tesla的Elon Musk 也有份去进见 那又怎样 见过后 有没有投资投资 请问 见过什么 那个什么 基辛格 未死之前 还有份回去大陆进见 见过后又怎样 见马克思 死了 见过是没用的 你能否说服得到那些人 放钱来香港投资 这才是最重要 不是你一会说 哇 達成了很多目标 全部都没办法用一个 量化的条件 来验证得到的 你一会说这些东西 那又怎样呢 对于香港的社会 对于民众的福祉 只有这些东西的悲益 说多都不谓 根根曾俊华所说的建议 最实际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